心脏病高血压案例 我今年66岁 2013年8月 胸部开始发闷难受 逐渐乏困发蓝体力下降 并出现血压高心脏早博 2014年2月26日就医诊查 做心电图确诊 患冠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脏病 急性心急梗塞高血压 三急急高危 当即住院11天 4月21日早饭后 突然心慌气短胸闷难受 服用大量硝酸甘油无效 紧急入院 造影诊断为主动脉双肢病变 随即在前降之串联 支入两枚支架 另一支血管因硬化程度过高 无法开通 出院后 医主每日必须服用 抗瘾 保心 降压等八种中西药 还要定期到医院复诊 每两个月抽血化验一次 从此成为病殃药罐子 每次复诊后 医生还是再三复煮 终身服药 忘记吃饭 也不能忘记吃药 这种结果让我苦不堪言 2014年年底 有缘认识了原始点 来年2月开始 观摩学习原始点手法 之后参加了六天的原始点学习 此后我放空之剑 一边学习原始点理论 一边认真反省自己 从此在家中老少面前 放下身段忏悔自己 改除了暴躁发脾气的毛病 用阳光快乐的心情对待一切 并认真听取张医师的教诲 发大心大愿 我与爱人一同学习原始点 在志工精心指导下 认真学习手法 互相按推 内热源用干浆片 起初每天30克 慢慢加至100克 严格按照比例和时间熬制 外热源 白天红豆袋 每天敷4小时以上 夜间睡电热毯 如此很快解决了 上背部体伤问题 我还果断停服所有中心药 按时休息 睡眠充足 饮食上 一 舒适寒热表 一日三餐 基本速食 每天坚持 医治一个半小时锻炼 太极拳 爬楼 俯卧撑等等 俯卧撑 从起初一个都难以完成 坚持两年后 每天已能完成70个 至2015年下半年 体力日渐恢复 在志工无私帮助下 我已康复 心脏 自使用原始点 从未出现问题 精气神充盈 三年来 没有参加力行 健康福利体检 没有吃任何保健品 没有服一片药 没有因身体入过医院 没有花一分钱药费 你学习原始点 才知道你有多大福气 你才知道你自己的家人 有多大福气 你才知道你周围的 亲戚朋友有多大福气 那么我用原始点 帮助了 也做了一些小案例 也帮助了一些 亲戚朋友 我想呢 要继续做好 服务大家 谢谢